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首先我要向今年國家文藝獎的得獎人致上敬禮 各位的成就增加了國家文藝獎的光彩 文化是一個國家的魅力 這件事我有親身的體驗 上一次我出訪薩爾瓦多的時候 在國宴上跟薩爾瓦多商氣師總統 以及許多的政要分享李宗盛老師一首關於薩爾瓦多的詩 獲得了現場非常熱烈的迴響 李老師在寫作的時候 可能想像不到一首詩能夠帶來這麼大的外交效果 事實上要讓世界各地的人認識台灣 最好的媒介就是文化與藝術 當人們在巴黎時裝週聽到林強老師的音樂的時候 就是聽到了台灣 當國際聲樂家用台語唱出金錫文老師的歌劇的時候 就是唱出台灣 陳盛國老師寫的台灣的戲劇 姚淑芬老師的舞蹈 薩古勒老師的雕刻 還有黃生眼建築師的宜蘭廚 都是台灣 這次得獎的七位藝術家 雖然跨越了不同的世代和領域 但是大家都是一樣 用燃燒生命的熱情 投入藝術創作的工作 各位從台灣的這塊土地 尋找創作的養分 同時各位的創作 也豐富了台灣的文化 過去兩年來 文化部在政部長的領導之下 我們逐漸翻轉過去由上而下的文化治理的機制 走向由下而上的文化民主化 政府會繼續努力打造一個支持創作的環境 健全台灣文化的生態系 讓每一個藝術家都能盡情發揮 發展多樣的文化內容 透過各種形式的藝術 讓世界看到台灣的深度 也讓台灣人看見不一樣的世界 最後我要再一次恭喜 也要謝謝七位得獎人 為我們帶來了最打動人心的藝術創作 謝謝